功夫要练到无法被取代 心胸要宽到随时被替代 你觉得自己的功夫有没有练到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敢说这一点 可是如果你要练就一个技能的话 你必须要往自己练就一个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方向 这个目标去前进 那是为自己设的一个目标 给自己设的目标高一点无所谓 因为如果你设的高 你即便没有达标也会很靠近目标 但你必须要清楚知道 你所练就的这一个技能 他最后别人也练就得起来 可能在你设那个目标练就的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环境当中 你的确练就到可能对于别人来说 是很高难度的一个目标 一个功夫 但这不表示别人练不到 假以时日 别人也可以根据你的方式去做到这一点 而且一定程度上 取代你 但你永远要记得 你的技能即便能够被取代 你的位置即便能够被取代 你的人格 你的性格 你对待人的方式 你对于生命的价值 你对于自我道德的价值观 是没有办法被取代 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你之所以独一无二 不是因为你练到了无法被取代的技能 而是你拥有无法被取代的个性 这个个性不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你如果懂得忠于自己 你就可以体现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这一话当中的道理 对自己好 对别人好 其实就会体现出 你自己最独特的一个个性 那你就可以拥有 即便被取代 也不会因此觉得闷闷不乐的心胸